还需要我给你解释吗 还需要我给你解释吗 第三种方法 就是物理方法 只要替换了闪存颗粒 或者主控芯片 原有的软件加密 就会自动作废 这么浅显的道理 不用我给你讲了吧 谢谢 抱歉 刚刚耽误了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但是接下来 还要再耽误大家一会儿 这是南昌路一家咖啡馆 上周六下午的监控视频 这能说明什么 田丰的确是我吃的 我承认赛前应该危险 但是我跟他好久没见了 我们一起约着喝喝咖啡怎么了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是吗 对了 峰哥 你看能不能跟陈总商量一下 咱们跟组委会申请一个特等奖 你想想 咱们都聊完了吗 合作能够吗 这就是我那天去的咖啡厅 我看见他的那天 陈总今天不也得他这个当业绩吗 是不是 这最后要是再出点什么差 那公司 不得都把人家当笑看了 那不怎么跟陈总说的 这样 专利者上的费用 我再上三个天 以后啊 每年专利专务费用 一三五五七 那行 那我试试吧 我抢你办你什么事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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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跟你说 你选 你记住吗 这位同学啊 我感觉你这样做 有点破坏比赛的规则 这样对你的比赛成绩 也是有影响的 我明白 对 那你能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呀 陈总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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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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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